吐吐魔王的 不肥宅生活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吐吐魔王 今天來到這間德華洋食吃咖哩 然後這間店好像是五月初新開幕的店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那種復古的感覺 所以我今天穿的就是還蠻大正風格的 的裙子和衣服來這間店來晃吃東西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菜單 我覺得他們的菜單設計還蠻漂亮的 有點像是咖啡廳外面那個招牌的牌板 它這邊這個打開來它是燒包細膩 然後打開來有這個咖哩蛋包飯 我覺得看起來都很好吃 然後這邊是飲品 飲品看起來也拍得很漂亮 我已經反光了 再來打開來是這個紅酒醬的部分 然後有紅酒燉牛肉燒包系列 燒包系列好像就是剛剛店員講說是用一個鋁箔齒這樣包起來 讓它看起來很燒包 然後還有排餐 排餐有漢堡排 然後有一些雞腿排之類的 然後我有點想要吃這個明太子湯雞 我覺得看起來很好吃 然後最後後面還有這個單品的部分 單品的部分有這個小小的像小菜一樣的東西 然後有沙拉跟甜點 然後現在開幕好像有活動就是打卡會送這個布丁的樣子 可以畫雞的那種菜單 剛剛圖片都還蠻漂亮的 然後你可以畫雞在這邊 然後我自己是想要吃明太子唐陽雞 我等一下應該會點這個 然後稍微看一下店內的環境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它是有點復古的然後融合西式的這種感覺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角落 我覺得這邊也蠻漂亮的 還有這個復古的電話 然後 像像我覺得這超可愛的 然後還有一個這樣子的小角落 我覺得很適合來拍照 等一下來試試看拍照吧 然後這邊有一個古老的櫥櫃 裡面放了很多飾品 看一下 這個是 茶具組吧 很漂亮的茶具組 我不知道它為什麼這個造景這麼獨特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日本的氣泡水還是酒類之類的 應該是氣泡水這樣 然後麵包超人 樓梯口這邊的造景也蠻漂亮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櫃子 不過它裡面沒東西有點可惜 然後地板是這種 有點像是以前浴室的這種地板 造景 還有這個很可愛的木馬 欸咻 哈哈 這邊樓梯口有一個鏡子 可以拍 它這個鏡子還蠻漂亮的 然後這邊這邊有這個 也是沒有放滿的一個小廚櫃 然後這是他們的復餐的濃湯 然後裡面有這個耶 很大的這個 貝類 可是我不太吃棒殼類的東西 好啦等一下來吃看看 那我們來喝這個海鮮濃湯 它有點像是南瓜的顏色 它的香底是南瓜濃湯 人家說是不是還蠻一般的 我不知道怎麼講 因為我自己是沒有很愛南瓜 所以我南瓜濃湯 南瓜味是蠻重的 然後再來是這個 哇好大一個棒殼 這個是 這棒殼也太大了吧 可是完全不吃棒殼耶 怎麼辦 那就放著 如果喜歡吃棒殼的應該會很喜歡 因為它那個棒殼真的很大 好 它的南瓜濃湯就是南瓜味很濃的 南瓜濃湯 謝謝 這個是我的明太子炸雞湯鴨 然後它這個 花的盤盤很可愛 它是有這個金邊的 只能看起來很高級 然後還有這個 沙拉 沙拉的話就不用擔心 出產社群人 這個香菇 這個香菇超愛心的 然後還有花 然後還有白飯 以及這個 附餐送的這個 蔓越莓克爾皮斯 然後它的杯子很可愛 是有太陽花造型的 然後還有這個蝴蝶 非常漂亮 好啊那我們來吃這個 炸雞扛羊 炸雞 然後沾這個明太子醬 哇看起來就很好吃 嗯好吃 好像配一口白飯 好吃真的好吃 哇 我超愛炸雞 然後而且 這個明太子醬 就是我超愛的那種 明太子美乃滋醬 超好吃的 嗯 結配 再來吃吃看他們的沙拉 他們沙拉是搭那個 胡麻醬 我覺得還不錯 嗯 還有這個 香菇 嗯 可以我覺得很營養均衡 還有這個龍鬚菜 我覺得很酷 一般來說通常沙拉不太會出這種菜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嗯 整體是整體的沙拉感覺也不錯 它的菜量還蠻豐富的 它還附一個糖心蛋 我最喜歡吃糖心蛋 我最喜歡吃糖心蛋 好吃 糖心蛋 讚 不錯不錯 我真的很喜歡 我覺得好吃 吃 嗯 美美的 《艮越美的愚之 circumstances》 它顏色真的很漂亮 在杯子裝起來真的很好看 有問題嗎? 我沒有熱愛的 好喝 吃完了 吃得乾乾淨淨 好飽喔 我覺得整體來說 它的雞塊真的肉還蠻嫩的 而且炸得很實脆 然後加上我自己又超愛這個 米太子醬 所以我吃得超開心 它的唯一比較可惜的一點是它的飯 有一點偏硬 我在想會不會是因為它要做咖哩飯的關係 所以它的飯比較硬一些 然後才能去淋醬 那因為我這個是沒有淋醬的 所以我單吃那個飯會比較偏硬 那整體來說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雞肉很嫩 然後那個蔬菜量我覺得很夠 所以如果說喜歡吃菜的朋友 也很適合吃套餐 然後還有附一杯 就是60塊的飲料 我覺得這飲料也很好喝 蔓越莓科爾畢斯 好喝 然後這個是他們打卡送的布丁甜點 我們來吃看看吧 我們來吃看看這個布丁吧 它是熟布丁的感覺 它是熟布丁的感覺 它是... 它應該是用香草精吧 香草精用的布丁 然後它是... 用汁蛋牛奶那種去做的 就是烤過的 不是那種很廉價的布丁粉喔 不是 還可以啦 就是... 中規中矩的布丁 因為我對甜點比較挑剔 可以 它布丁其實是算蠻綿密的 熟布丁 可以 我覺得不錯喔 嗯 可以我覺得不錯喔 我要回家 看看我發現了什麼喔 居然在這間店有拉姆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